的确现在在赖清德出现之后 接着要面对的就是国民党的许天才或是李全教了 目前国民党还要从这两个人当中协调一个人来参选 但是民调第二高的许天才刚才也说了 今天他一整天都还没有露面 甚至他的竞选总部支持者还立刻高喊要许天才参选到底 不过呢前县长陈唐山也立刻喊话 要落败的人不分彼此全力支持赖清德 立委王兴南也说民进党在大台南有输不起的压力 所以绝对不允许有人脱党参选 看着电视上赖清德胜选放鞭炮庆祝 苏汉志竞选总部却一片安静 工作人员火速打包完毕 许天才竞选总部也忙着搬电室收电话 不过一边整理心一边在躺鞋 支持者不甘心要民调第二高的许天才参选到底 不过大佬级的台南立委王信南说万万不可 王信南提出警告 就算大台南是民进党铁票区 也不能出现分裂的危机 看看2005年许天才竞选台南市长 和当时台联的前林会军 得票率南瓜58.6% 国民党的陈荣胜也拿了41.4%的得票率 台南县蓝绿差距不到三个百分点 而最近一次选举在2008年总统大选 台南县民进党得票成长稳定领先国民党 不过台南市绿营得票却让国民党反败为胜 而赖清德常年深耕台南市势必要整合台南县 问题是初选人数众多更是一大难题 前县长陈塘山呼吁以大局为重 支持赖清德全力对抗国民党的李全教 或者是郭天才 事实上许天才这样的民调让我们感到意外 我是觉得虽然不同党派 但是他们如果愿意来支持我 我事实上最近有打算一一去拜访他们 刻意挑拨民进党初选裂痕 国民党见缝插针 看得出来民进党就算初选结束 其实才是整合难题的开始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